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3月2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信仰化成行动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玛窦福音》第25章 第31-46节 那时候 耶稣向门徒们说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 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 那时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 山羊在左边 那时 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 我父所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了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探望了我 那时 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饥饿 而供养了你 或口渴 而给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做客 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体 而给了你穿的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 他又对那些在他左边的说 可咒骂的 离开我 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熔火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患病 或在尖里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 或做客 或赤身露体 或有病 或做奸 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 那时 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 却要进入永生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有时候 你是否觉得信仰很抽象 要如何听从并跟随两千年前走在人间的耶稣 是的 有时 有时我们能在宗教礼仪 祈祷 圣事 和在参与各善会的服务 找到身为教友的归属感 及身份 但是 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又怎能把信仰和生活连接呢 今天耶稣告诉我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你能在所有人身上看到耶稣吗 还是他们对你来说 就是数字 就是陌生人 和你没有关系 德里撒姆姆在加尔各达的贫民窟里 拥抱最贫穷的人 因为他认出他们就是耶稣的化身 他以慈爱与关怀的行为 服务这些最需要的人 并带领人们去爱耶稣 这样的爱运行在最穷困与残酷的环境里 建立起天主的国度 可见 活出信仰需要把信仰化为行动 环视我们身边的人 他在感情上受到挫折吗 卧病在床吗 孤独或悲伤吗 在精神上有很大的负担吗 他们的需要是否催促你向他们伸出关怀的手 不要犹疑 就用行动来活出信仰吧 今天你能够选择与没有朋友的人做朋友 与什么都没有的人分享你所拥有的 这样我们就爱了耶稣 耶稣也必让我们享受到来自天主的福乐 小心 不要被我们的冷漠 懒惰 怕麻烦 怕吃亏打败 因为当我们把我们把有需要的人聚在心门外时 我们也同时让自己和天主隔绝了 请品尝圣言 我们意识到 每一次爱的行动 都让我们活在天主的国度里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主动寻找 并靠近那些需要你去爱的人 并且对他们仁慈与怜悯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天主 我愿意以慈爱与怜悯 来服侍他人 服侍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把信仰化成慈爱与关怀的行动 带给身边的人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